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价值为4.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6%。 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综合统计司司长郑月生在介绍中国2013年全年进出口情况时表示, 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首次位列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一位,可以说是已经基本成定局。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美国2013年1月至11月的进出口商品总额为3.57万亿美元, 这意味着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贸易国。 美国去年全年的商品进出口数字将在2月公布。 中国官方媒体说,这是中国数百年来首次问鼎这一地位,极具里程碑意义。 报道说,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清朝时期曾经是世界最大贸易国,但这一说法因缺乏确凿数据而受争议。 世界贸易组织的数字显示,2012年的中国商品贸易总额为3.867万亿美元, 与美国同年的商品贸易总额相比仅差150亿美元, 这大约是中国在2012年一天半的平均贸易额。 中国新闻网报道说,2013年,欧盟、美国、东盟、香港和日本依次为中国前五大贸易伙伴。 中国对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额分别增长2.1%和7.5%, 对日本下降5.1%,对东盟增长10.9%,对香港增长17.5%。 金融时报指出,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崛起,正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过去30年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每4年就大约翻一番。 中国2009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目前中国的进出口总额相当于超过全球贸易总量的10%, 高于2003年的3%。 中国的出口商品种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纺织品、衣物、石油产品转变为高科技机械和电子产品。 与此同时,批评人士仍然对北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出批评。 美国商工理事会的资深研究员埃伦·托纳尔森表示, 毫无疑问,中国在1980年代启动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进步, 人们早有预料中国会进入全球贸易领先地位。 他同时指出,由于北京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干预和掠夺性政策, 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远不如广泛预期的那样多。 如果没有这种干预,人民币的币值会比现在还高,对美元的汇率会升值更快, 所以对人民币的操纵把汇率完全人为地压低了,美中贸易量被扭曲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此外,中国统计官员承认,在2013年初和2012年后期那几个月, 特别是出口数字被虚假出口发票扭曲拔高,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要打击通过伪造贸易发票向中国境内外非法转移资金的行为, 并对2012年后期和2013年初中国贸易数据的准确性表示担忧。 1月7日,美国非盈利机构发表研究报告说, 从2006年到2013年第一季度,估计有多达4000亿美元通过虚假出口发票从香港非法转移到中国。 美国之音,VOA卫视,夜宾,长晓,华盛顿报道。